红色保时捷飙速冲路口 暂停北市木炸一间更生机构 驾驶快速摇下副驾车窗 从窗口探出一把长枪 大白天嚣张朝天花板玻璃窗 连红起枪 开差不多起枪 再走车子绕一圈 再扫这三枪 然后那最后三枪是扫那个天花板 后面刚好有跟到一台车子 我刚刚跟在他后面 我们有前程录雨 看你们需要吗 大片玻璃全炸成蜘蛛网状 留下满地碎炸 北市当街恐怖枪击 警方两小时内巡线逮人 原来姚姓车手是更生机构前员工 曾与机构里头的女员工 大谈办公室练情 但之后她毒瘾复发 疯狂撬班 离开机构后也跟女友分手了 但她却强占女友的车 还持枪来对方工作地点 开枪射钢珠泄分 是有跟女友借车不还吗 无业吸毒又买枪 甚至还有前租保时捷犯案 背后是谁经援枪手 还是有涉及其他不法 警方还要查 好不容易戒毒走回正途 还有稳定交往的对象 人生恢复光明 却抵抗不了毒 带来的空虚快乐 注下大错 这下又得再经历痛苦乐界 从头来过 这样敲下山长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